大家好,我是邓辉,今天主题是木克尔社群日,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我们来讲解木克尔调查笔记特殊调查,总共有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强化宝可梦十次,获得15个精灵球,捕捉15只 莫克尔,获得莫克尔,投出5次nice,获得20个莫克尔糖果 现在做一个调查,就是在45分钟内能做多少只一色呢 我目标两三只就行了 先强化15只吧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四三十二十一十 十五个精灵球,二十个莫克尔糖果,这个是莫克尔 两千星层,一个青香,就是莫克尔 好,第二个这一段就是捕捉15只默克尔 获得30个默克尔糖果 传送10只Pokemon 获得默克鸟 让3只默克尔进化 获得10个凤米果 我们就迅速的完成吧 先传送吧 先让3只默克尔进化吧 先让3只默克尔 diet лег lis 乘第3只默克尔 2只默克尔 1只默克尔 再穿三只 看一下Ivy 哦 不错哦 OK,领取我们的奖励吧 30个默克尔糖果 刚才那个默克鸟已经引起了 10个凤梨果 1个青香 1500经验值 这个是默克尔 我试一试 第3个任务就是 用气球投出3次Grade 让1只默克鸟进化 传送10只宝可梦 简单 先迅速完成 让1只默克鸟进化吧 2只默克鸟进化 2只能够好 我们来进化一个异色的默克尔吧 这是IV算OK 好美耶 只不过它的字盘也是不同罢了 领取我们的奖励吧 50个默克银 1个幸运弹 15个超级球 1个火箭队雷达 15个高级球 2500级级级 第四阶段就是领取所有奖励 2个EA4米果 3500级级级 3500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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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取卷力 三片星辰 三个宝可梦糖果 这个是默克荫 默克荫 最后总结 我给这个默克荫的评论 觉得很一般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纯粹获得它的益色而已 你们做到几只益色呢 以下留言 好 这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就记得点个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驴蛋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Bye